我们讲参数曲线 我们翻译成英文里面说的是 我们一般是用parametric curves 或者说是curves defined by parametric equation 那什么是参数曲线呢 那我们可以考虑 例如说一只蚂蚁 它在平面上爬行 那么它在任何时间 在任何时间 它的这个坐标 它所在的位置 可以用xy的表示 那么你当它时间过去 在某个时间段 它爬行的轨迹 那么它在每一个时间内 在每一个时间内 它的坐标 它是一个t的函数 例如说我们把它写成 x是t的函数 它的x的坐标是t的函数 y的坐标也是t的函数 x等于phi t y等于ψi t 那么这样的 给出的曲线 当你t在某个时间段 例如说它是从alpha到beta 这个时间段 在这个时间段内 这个x和y的坐标的变化 就是一个曲线 那这种叫做参数曲线 这个x和y的这个表示 这个用phi t px t来表示 这个叫做parametric equation 那么由这个parametric equation定义的 这个曲线 我们叫做parametric curves 或者说curves defined by parametric equation 就是由参数方程所定义的一个曲线 那对于我们来说 参数方程定义的曲线 有时候它可以化成直角坐标系下的方程 或者直角坐标系下的表达式 有时候是不可以的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看 它有除了这个它的表达式以外 我们还有它的图形 那么图形 我们画这个参数方程的图形 那我们可以用跟我们以前学的方法一样 用这个瞄点法 我们用瞄点法来 来来 可以画这个 可以用瞄点法来画 然后也可以画成这个直角坐标系下 也可以用直角坐标系下的这个函数的表达式来画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先看第一 看一下立体 我们怎么样去画图 如果给出来一个参数方程 当然说我们这个 这个是参数方程 我们T叫做 Parameter 这个叫参数 T是我们的参数 T可能是这个参数T 可能是时间 可能是时间 也有可能是别的东西 那我们先来看 先来看看它的画图 我们 这个T的这个意思 我们之后再说 我们 在这里 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例子里面 蚂蚁爬行的这个T 那么它是时间 那也许在别的地方 它是另外的意思 这个只是参数 参数它有可能有不同的意义 好 我们先看画图 我们假如说这个 Curve Defined by 它是有这样的 Function X是等于什么呢 X是等于T 减上三倍的 3T Y是等于 4减上3 CosT 那我们来画它的图 那T是从0到10 我们来画图 我们来画图 那我们可以用秒点法来画图 我们可以用秒点 我们可以用秒点 那这是X 这是Y 我们用秒点的方法来画图 我们可以画个图 我们可以画个图 这是T 是X 是Y 那可能需要用这个 用计算器来画 那我们直接把它的这个值 我们写出来 那么T等于0的时候 那么X就等于0 那么Y就等于4-3 所以Y是1 那么T等于1的时候 这是1-331 大致上是负的1.5 Y是大致上等于2.4 那么T等于2 那么T等于2的时候 X-0.7 那我们等于是把2带进去 看X等于多少 Y等于多少 Y等于 那么Y就是等于5.2 3 是2.6 7 我们算一个 算算 就算一位小数吧 那么对于XY 是2 4 6 8 8 1 3 5 7 好 从这里给出来 我们画图的话就是用秒点-1 这是01 这是01 1 然后-0.7 和-1.5 -1.5 -1.5 -0.7 和-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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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个周 差不多像是一个周期的样子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图形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图形 那我们对于这个参数方程 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来画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另外的方式来画 当然在这里的话 这个不是横 这个我们要把它画成这个 嗯 画成直角坐标系下的话 它就会有一个反三角函数 我们不是很方便 但是有时候是比较方便的 这个立体里面 我我们一直可以到10 因为它是 我们可以把它描点描出来 这里我就不再详细叙述了 那么有些 有些参数方程 它的这个图形就比较好画一点 例如说是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曲线 例如说X X等于2倍的cos 3一T Y等于2倍的3一T T是从0到2π 那这个就比较好算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只需要把这个T消掉就是了 很多时候 我们画图是把它画成直角坐标 线下的方程 或者是函数 那我们知道 X平方加上Y平方 是等于4倍的cosT的平方 加上4倍的3一T的平方 那么cosT的平方 加上3一T的平方 就是等于1嘛 所以这个等于4 所以它的equation 所以它的equation实际上就是 X平方加Y平方 等于4 那么这个方程 我们就比较熟悉了 这是一个圆的方程 这是2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以半径为2的一个圆的方程 那么很多时候我们画这个参数方程的图形的话 我们都是把它 化成直角坐标系 化成直角坐标系 下方程 那么化成直角坐标系的这个方法就是我们把这个参数T消掉 那我们再看一个立体 如果说是X它是等于2T-3 Y等于6T-7 这个就比较容易一点 这个就比较容易一点 那么我们T可以是任何的数的话 那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先说 Plot Graph 那我们刚才讲的 方法就是我们把它的参数T消掉 那么也就是说 X加上3等于2T 所以T等于2分之1 X加上3 所以 Y 我们T等于2分之1X加3 所以是 Y等于6T-7等于6 再乘上2分之1 X加3 再-7 那么就是3X加9 -7 这个结果是3X加上2 那么这是一个直线的方程 也就是说 我们得到的结果是Y等于3X加上2 3X加2 这是直线的方程 这就比较容易化了 这就比较容易化 那么这是2 这是5 这是1 好 来就是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条直线 然后它的写率是3 它的Y的intercept Y的结局是2 这是Y等于3X加2 那么通常的情况下 我们是通过这种方式去画的图形 这是我们画图的方法 那么根据这个 这个 这个是我们用参数方程 画成 直角坐标系的方法 那么有时候我们还需要把这个 嗯 我们还需要把直角坐标系有时候需要化成参数 参数方程 这个比较容易一点 有时候我们直接令其中一个等于T 其实就比较容易了 嗯 我们可以看一个立体 啊 例如说 我们 X等于3Y Y是从 -2π 到2π 我们 嗯 我们或者说是 哎呀 嗯 zm